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群辉大家肯定都不陌生 但是你知道群辉一共有多少个产品系列吗 今天我们到这个地方 就可以让大家一次性见到 群辉所有的产品系列 就是这 群辉2024数据全场景应用大会 走 那一排就是群辉企业级的产品线 平时都只能在彩页里面看到 今天终于见到活的了 这个就是群辉的UC系列 也是群辉的双火存储 不同于我们之前见到的单控制器状态 它的屁股后面有两个控制器 而且跟群辉其他的存储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对外只能提供 SGASIC和FC上的存储服务 不过在支持极连扩展柜这一块 倒是没什么变化 你看这两个接口 就是用来连接扩展柜的 这个就是群辉的FS系列 Flash Storage 全闪存 适用于高并发的场景 那这个系列除了FS2500之外 其他的机型都是这种两优的机型 这个系列里面 装的都是2.5寸的固态硬盘 性能可想而知 搭配数据重删技术 可以大幅度提高空间利用率 重复数据越多 效果越好 当然也是支持数据压缩的 这个就要看你的文件支不支持了 这两台EU四盘位的是XS系列 通用性存储 当你对性能或容量没有极端需求的时候 就买这个系列 他们用这两台RS1619XS加做了一个主备的存储 你看 两台的数据是完全同步的 一台当机 服务也不受影响 你们家的大部分的群辉存储都是支持这个功能的 有兴趣大家可以在家里面试一下 这个存储就不用说了 HD6500 HD系列也就这么一根独瞄了 也在我们之前节目里面出现过 单个存储可以安装60块硬盘 还能外接4个60旁位的扩展柜 也就是单个存储最大可以支持300块硬盘 这个容量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 可想而知啊 很多小伙伴就是用它来备份总数据 或者做监控的NVR 熊辉应该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扩展柜可以选择 这次没有看到 你前面看到这些 你可以理解为都是机头 那这个硬件就厉害了 首先呢 它不是一台存储 尽管DSM里面已经内置了大量的备份软件 来适应各种各样的备份场景 那不如也需要你挨个的挑选备份软件 去配置你的备份场景吗 那熊辉这次带来的更直接的解决方案 就是这么一台设备 来解决你所有的备份问题 熊辉将这台设备命运为 Active Protect 备份一体机 型号是DP7400 大家记住啊 你看 界面已经不是大家熟悉的DSM的界面了 软件跟着硬件一起 都变成了备份的形状了 你看 备份源这里 这里是PC 也就是你的桌面端 你看 Mac也是支持的 这个下面是物理服务器 这个是虚拟化环境的备份 这里面就有一个有意思的点 它支持P2V 也支持V2P 也就是你的物理机环境坏了 可以还原到虚拟机上继续运行 当然也是可以反过来的 也就是你的虚拟化的环境坏了 它可以还原到物理机正常运行 这个 就是云应用 这是Office 365上的数据备份 Exchange的邮箱 和Android里面的文件 还有聊天都可以备份 Teams 当然它后面也会加入对数据库的支持 也就是结构化 非结构化 云上的环境 以及物理机环境 它一个设备都能够搞定 而且这个备份一体机 也是支持统一管理的 单个集群 可以容纳2500台备份服务器 而且有意思的地方 它还可以搭配群晖的NAS 或者上层主 实现异力栽培 或者数据分层备份 括号 还可以纳管以前的ABB备份 等于用现有的群晖NAS做的备份 也可以在这里进行统一的管理 我们看一下它的demo环境 这个就是群晖的ABB备份 这个DP还挂载了一个群晖NAS 来一起来做备份 是不是很神奇 刚问过群晖的小伙伴 为什么不做成应用 要做成一个单独的一体化硬件 他们给的回答是 一是为了简化部署 开箱机用 降低使用门槛 第二个就是为了备份文件的硬隔离 好了 来来来 我们去那边 带大家看一下我们买得起 用得到的新品 那边都是桌面级的NAS 这边还有一个2U的XS系列 不是应该放到那边吗 来我们看一下 这种桌面级的 这台刚好是我们公司在用的同款 这种桌面级的NAS 应该不用我介绍了吗 股东们应该比我更熟悉 大家按照旁卫数量区分就可以了 功能呢 跟旁边这种企业级的是一样的 都内置了相同的DSM 而且绝大部分桌面级的都支持 用M2做缓存或者做存储词 大扎增加了可玩性 不得不说 穷晖还是很懂大家的 这里面有一个有意思的新品 应该还没有发布 叫B station B站吗 看了一下 这个产品就是给不爱折腾 只想单纯备份家庭数据小伙伴准备的 主要就是备份你手机里面的视频照片 当然电脑上的文件也可以用它来做备份 当然现在大家看到的都是硬件 一会儿呢 我们就能看到群晖在软件上面的创新 这次群晖还跟百度智能员合作 推出了AI console 将AI的技术融入到他们的存储里面 你在群晖上面存储的文件邮件 间接的都变成你公司内部私有的知识库 AI会根据存储文件动态的生成内容 并回答问题 好的 看到这么多 大家有什么要我转告给群晖的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讯留言 群晖的小伙伴也会在评论讯底下亲自回复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